憲法就是憲法 你要當立法委員 我都覺得你沒有很長的經驗 你至少也要做點功課 違憲可以讓你一點點違憲喔 可以讓你一點點違憲的是不是啊 這個社會不允許X人 你可以讓我X一點點人嗎 說什麼 你明明知道自己會違憲的 那個都不是時間日期的問題 你知道了那你有準備嗎 歐曉陵你在抱怨睡兩個小時 是什麼意思 是你的睡眠不安穩 自律神經失調 關這個憲法法庭什麼事 都亂扯嘛 那再一次捅人嘛 各個單位不是準備時間都一樣嗎 對啊 你們今天 他這些都是在做政治的語言 你們要就進去講說 絕對不需要暫時處分 我們的法怎麼樣怎麼樣的 論理論這個有條有據 然後這個講道理 然後讓憲法法庭大法官 被你們辯到牙口無言 不要只是會出來 騙騙國民黨的支持者 騙騙網路上的這個 這個觀看的你的支持群眾 去跟大法官講嘛 黃國昌你在立法院 意氣風發 動頭啊 笑意大小小屁屁屁居 去到憲法法庭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可以 我可以在程序發言 不好意思 你是在不好意思 什麼話 你有的你不能一講而已 不好意思 是去送親你 對不對 啊等到在裡面喔 在裡面那跟縮頭什麼東西一樣 一出來 我跟你講啦 接下來就是 難道大法官是民進黨的嗎 有可以這樣子操縱司法院的嗎 憲法法庭不應該接受人民的聲音嗎 你下一句話 乾脆講許忠利不忠利好了啦 還幫你有押韻 好所以請到3Q 所以現在立法院憲法法庭 都是他們的直播廠嗎 因為剛剛除了抱怨之外呢 歐小林也出招囉 申請這個審判長許忠利呢 還有大法官許志雄回避 就遭到駁回了嘛 那你看國民黨團隊都說什麼呢 憲法法庭的那是民進黨開的嗎 為什麼會被駁回呢 不是啊我想說這個有道理嗎 黃國昌先抱怨說時間太短 你們難道在提案的時候沒有想過 這有違憲的可能嗎 黃國昌沒想到 吳宗憲總該想到吧 吳宗憲自己受訪的時候都說 可能有一點點違憲 憲法就是憲法 你要當立法委員 我都覺得你沒有很長的經驗 你至少也要做點功課 違憲可以讓你一點點違憲喔 可以讓你一點點違憲的是不是啊 我想我不能 這個社會不允許殺人 你可以讓我殺一點點人嗎 說什麼 你明明知道自己會違憲的 那個都不是時間日期的問題 你知道了那你有準備嗎 吳宗憲你在抱怨睡兩個小時 是什麼意思 是你的睡眠不安穩 自律曾經失調 關這個憲法法庭什麼事 都亂扯嘛 大家一次捅人嗎 各個單位不是準備時間都一樣嗎 對啊你們今天 他這些都是在做政治的語言 你們要就進去講說 絕對可以 絕對不需要暫時處分 我們的法怎麼樣怎麼樣的 論理論這個有條有據 然後這個講道理 然後讓憲法法庭大法官 被你們辯到牙口無言 不要只是會出來 騙騙國民黨的支持者 騙騙網路上的這個 這個這個觀看的 你的支持群眾 去跟大法官講嘛 黃國昌你在立法院 意氣風發動 大小小小匹配給他 去到憲法法庭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可以 我可以再程序發言 不好意思 你是在不好意思 誰會 你有沒有人一公子 不好意思 是去上千年 對不對 等到在裡面喔 在裡面跟縮頭什麼東西一樣 一出來 我跟你講啦 接下來就是 難道大法官是民進黨的嗎 有可以這樣子操縱司法院的嗎 憲法法庭不應該接受人民的聲音嗎 你下一句話 不然你就說 根據憲法第幾條 立法院是立法最高的機關 然後是立法 是最高立法機關 監察院是 最高監察機關 你就根據這些條理 去講說為什麼你要把調查權拉過去 為什麼你可以傳人民 為什麼藐視質詢是入刑法 是用國家機器的高度來處理 講錯話講 不想講話或者是沒有講話的官員 你要論的是這個嘛 藍白兩黨你們自己修的這個法 連法律 一二三ABC都講不清楚 我一個資管CBA的都比年紀什麼康奈爾 木尼黑的還要懂 你們到底要幹嘛 如果要演戲的話去演演訓練班 去娛樂圈去演藝圈就好了 去大 去什麼憲法法庭幹嘛 切爾西人 你如果說 你真的很厲害 你都法學界專家 我就問一件事情 現在站在黃國昌身邊的法律學者 還剩下誰 誰 翁十三張 翁小林後面的這個法學專家還剩下誰 你理論上 互相站在對方 來嘛 邏輯上是這樣子 好假設 假設這個庭飛委員是民進黨 我是國民黨 我要找他對罵 然後講一個交通的議題 罵一罵之後 支持那個 比如說我支持人 你支持車 罵一罵人的支持人的要站我這邊 罵支持車的要站那邊 對罵 對罵分兩邊 黃國昌一直罵 一直罵 一直罵一直罵 你不是理論上後面要有憲法 學者站在你後面 一直罵一直罵 站在他後面 連憲法都不懂 你不覺得很矛盾 你到底是在變殺 毀 謝謝你 還好 還好有輔助殺車 所以邏輯很清楚 今天如果跳出來的條文是 今天我們今天在這邊評論的新聞是 黃國昌根據憲法第幾條 然後爭取哪一條權 認為不需要暫時處分 黃曉輪又根據哪一條 那我們今天就來討論那幾條 是不是這樣子講的 你們今天都在做政治語言攻擊而已 數值低劣 你們這些責任的我都看不見啦 黃曉輪 我再講一次 我比你大我你學長 只有我比你大是真的 好 所以請教他易三哥 因為剛剛翁曉輪也有一個見解 他說 暫時處分呢 可能會引發民怨 對憲法法庭很保守 覺得相當的不滿 不是啊 現在民怨不是從這個 必法院的格鬥場開始的嗎 我叫翁曉輪先去問一下陳孫生 陳孫生其實曾經針對 所謂的現在國會擴權裡面 一條非常重要的一條 叫做司法權 司法權裡面做出解釋 就是說在所謂偵辦當中的案件 你立法院可不可以調閱嘛 他的老公陳孫生 說不可以 而且銀本也不可以 什麼正本銀本都不可以 那回家就跟老公發任就好了啊 而且癥結結束的案件 你可以調 但是也要訂相關嚴謹的程序喔 現在的國會擴權法案 你有看到這些相關嚴謹的程序嗎 完全沒有嘛 我都在講 大家剛剛看黃國昌插嘴許忠立 許忠立可能沒有人認識喔 可能比較少人認識 我介紹一下他 許忠立過去大法官任何非常重要的解釋 做過非常多重要的解釋 所撰寫的協同意見書與不同意見書 在台灣的憲法學界都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這句話不是我講的 是2016年的黃國昌講的 我剛才找到新聞的 2016年的黃國昌說 許忠立相當具有在憲法上的影響力 那你今天插什麼嘴 現在不一樣了啦 喔對喔 所以我說黃國昌的話 我一點都不想評論 因為我都拿黃國昌過去的話 來評論現在的黃國昌 就已經足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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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